台湾AI人脸辨识应用方案供应商诚挚科技 日前举办Solution Day 邀集安防业内业外AI领域专家 及各大知名SI和合作伙伴 共同参与盛会 会中也由包括Intel Network Optics等知名大厂 分享扶持同业方案 并提出解决AI推广中 所遇到瓶颈的应用方案和产业趋势观点 我觉得这次这个活动 我们的主轴叫做 Connection Mingle Ecosystem 就是把大家各自的朋友们找来 彼此交换名片 在一个这样的场域里面 看能不能再激发出新的做生意的方法 找到自己的Ecosystem 我们这次办的这个Solution Day 比较不是一个大外宣示的 一直在宣传我们的软体跟产品 而是提供一个场合 让大家的朋友们在这里 交换名片交换意见 看看demo这样子 针对协助业内厂商投入AI发展 近期推出AI OpenVINO SDK 大局进军安防产业的Intel表示 Intel推出OpenVINO SDK 提供完整的软硬体协作与测试环境 韩式语法 只要厂商有想法与应用方案 都可联络代理商视频新业与联强国际 加入OpenVINO的计划 OpenVINO是一个完全的自由的软件 所以你可以从很多的Source 去取得OpenVINO 据来说你到OpenSource的community底下 OK 我们每三个月会release 一个新的OpenVINO的version 到OpenSource的community OK Download and Config OK Everything started 如果你需要今天Intel的一些 Advanced support 不管是今天Engineer的support 或者今天针对OpenVINO的training 跟我们Intel的代理商 跟我们联络 我们就会把你的需求 去跟我们的这个OpenVINO的 台湾的support as force 去做连结 那我们这样讲 台湾除了Intel 我们自己提供OpenVINO的resource support以外 台湾主要的代理商 据来说像连强 据来说像大连大 都是我们的代理商 他们非常非常熟悉 今天的OpenVINO 那不管是从Demo也好 从今天的Install Configuration 到Optimization 甚至到GoToMarket 我们都可以来帮忙 而针对目前AI在推广中所遇到的瓶颈 提出应用方案的 还有近期成立台湾分公司的Centurion 和VMS全球大厂NetworkOptics 因为它配套的东西太多 因为它费用不只是在软体本身 比如现在有的吃GPU 有的吃CPU 那它的价格是一个 硬体的配合是一个 再来就是刚刚讲的 整都的问题 以及多样化 比如说 大家觉得说 比如电子围离 或者说进入离开 这些东西 我Intelligent的东西 甚至是摄影机内建的功能 就做到为什么要用你的AI 对 我觉得就是在 可能user对这个的信心度 以及认证度 还没有那么的广泛 甚至AI没有做出一些大型的 成功的案例 所以才会让这个市场的信心度 以及其他度没有那么高 其实针对AI的运用 我个人觉得 就一句话可以去解释它 叫做让妥善率变高 在AI之前 自行Intelligent的东西 我们称为就是智慧分析 那智慧分析的误报 的确是造成让很多user困扰 进而会抗拒 所谓的智慧分析的运用 而AI因为它透过行为 从物体的动作到它的外形 可以让所有的 你要政策到的动作行为 除了多样化之外 还会有更准确率会提高 这样会加深user的信心 但是它现在最美中不足 还是在价格偏高 所以我认为 AI接下来的车位 除了说妥善率变高之外 然后它的种类更多 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平价化 让更多人去接受去使用它 才能让现在已经几乎布满了 所有场所的影像 能够做最好最妥善的运用 其实我是这么真伪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会知道 AI很多 对吧 那你付出心力在做AI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 其实最大最大的难度 除了技术上要克服 设定上厂域上要克服之外 最大难度应该还是金额的问题 因为大家做AI蛮贵的 所以我们现在做一些云端的应用 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能够照顾得到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 尤其是AI的合作伙伴 目前我们有很多的AI合作伙伴 跟我们的合作应用 在云端这一块就是说 他们觉得AI卖给客人的门杆比较高 再来每年都要跟客户去收 这所谓的维护费 因为一直有不断的新更新 或者说精确度的提升 他要付费去做这个事情 那何不就做listing的部分 租赁的部分 所以当NX也能够在云端上运作的时候 对他来说他可能是一整包 提供给用户 然后每月收费的方式 用户也很难接受 因为我本来就要付费做技术的更新 或者是准确度维持 所以客户上来说 都会蛮支援这一块的 AI的翻转安防趋势 已经是势不可挡 产业针对AI提出的应用方案 也开始如雨后春笋 一个一个浮上台面 安防产业也即将面临 下一波的更新与升级